2天以後 我們再會贏了 香港州州州州的 美國公司 美國總統川普跑了五個州進行走勢 同一天 美國新聞網站 報道稱 川普告訴他的心腹 大選當天如果他看起來領先 他將提早宣佈勝選 就算一些州的選舉結果還沒出來 对此川普搏制 这次大选有22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 允许计算11月3号之后到达 但干有11月3号之前游戳的选票 这次大选结果恐怕要一周后 甚至一个月后才能确定 而在美国大选前最后一天 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还将出席造势活动 2号川普将出席五场造势活动 分别在北卡罗乃纳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各一场 以及密西根州两场 拜登中医则会到俄亥俄州举行竞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川普这次竞选活动的最后一站 也就是选前之夜 是在密西根州的大吉流城举行 这也是川普2016年结束竞选活动的地方 而在11月3号大选日当天 预料川普会在白宫举行选举之夜活动 拜登大选日当天 则会在家乡德拉瓦州的威明顿 向全国发表演说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旭林 综合报导